欢迎各位 准时到 说动物界也有爱情 他们也相信爱情 有一天 斑马性命 就追求熊猫妹 当时他们俩的爱情真的很坎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斑马一直追求熊猫妹妹 不同意 你知道吧 一斑马就说了 小伙子你 我 小伙子我差哪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同意 小伙子今次怎么着呢 差哪呢 跟老师这么说吧 不是我不同意 是我妈不同意 你妈怎么说我这样 你妈说了 你让我找一个有纹身的 说看着不像小伙子 你妈 真瞎说的你妈呀 我跟你说 你妈说的不对 你跟回去跟老太太说是吧 我还没嫌疑你有熊猫眼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宝 那个大家伙发现没有 我身边有一个美女 做个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伟 我是一名精神信仰师 信仰师 不是那你啥 就是说你说让他干啥 他就干啥 他就干啥 我们要是一西的呀 你让他往东他就往东 你让他往西他就往西 这有什么玩意儿啊 去去去 还没到你们呢 就是找什么急呢 去去去去去去 那个 这个连我们海豚都着急了哈 这个今天呢 我们请来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的陈寒白老师啊 接下来呢 咱们要跟他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那我们适于开什么样的玩笑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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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啊 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哈美老师 哦 你好 这就是我们的摄像师 小云 哦 你好 小云 鲁鱼如何香香草 今天有哪个好 猫鲁鱼猫小鸭鸭 睡完刚刚 睡完刚刚